甜美歌后邓丽君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他不仅影响了流行音乐的发展 还在文化领域里影响了整个社会 甚至在流行音乐中起了启蒙的作用 也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 他的歌之到现在仍是人们喜爱的金曲 受到歌迷们的喜爱与传承 只可惜 他终究逃不过红颜薄命 在42岁那年因病逝时 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可惜的是 他在音乐上的贡献卓越 事业风生水起 但感情之路却异常坎坷 终未皮烧婚纱 邓丽君有着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他付出一颗真心 轻力相待 但总是落空 18岁那年 他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 林振发 是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 张他8岁 年轻有为 两情相悦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惜突然因心脏病去世 当时他还不到30岁 邓丽君悲痛欲绝 好不容易走出上一段恋情 72年爆出了一个非文男友朱坚 两人算是青梅竹马 当时求亲的人快要踩破朱家的门槛 但朱坚却告知父母已有喜欢的人 就是邓丽君 朱坚欣赏他 并且支持他的音乐梦想 陪着他走向越来越辉煌的事业 两人的感情也趋于稳定 某一天 朱坚打来电话说要来香港看望邓丽君 邓丽君欣喜地等待着 却等到了飞机遇难的消息 一时间天人相隔 原本的喜悦被悲伤填满 邓丽君再一次失去了爱怨 接连了两次失去叫他心灰意冷 因思念不知道多少次泪洒舞台 朱坚生前帮助他走向事业巅峰 死后又令邓丽君形成了思念婉转的演唱风格 对邓丽君影响很大 第三段恋情就要聊到赫赫有名的成龙大哥 两人相识于1979年 邓丽君专门飞到洛杉矶去看成龙主演的电影 两人在路上相遇 一开口竟是同胞 他相遇固执 慢慢开始恋爱 而当时的成龙年轻即盛 渐渐地发现两人性格上的差异 邓丽君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知力仪 喜欢浪漫 但成龙却是个操汉子 不爱浪漫的西餐厅 除了生活习惯 最大的一次冲突是邓丽君 希望两人在一起约会时 不要带着那帮小弟 但成龙却在美人和兄弟之间选择了兄弟 最终两人分手 由此可见性格不合确实影响感情 两人互相喜欢 但邓丽君追求浪漫 希望有两人独处的时间和氛围 成龙却到哪都要带着小弟 在小弟面前又好面子 爱摆架子 两人经历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后分到扬镳 后来成龙回想起这段恋行也十分内疚动容 他说知道自己错了 当初应该好好珍惜才对 与成龙恋爱时 邓丽君已经声名大噪 成龙却是刚刚站露头脚 现在已经是功夫巨星了 才子佳人 却终究有缘无分 第四段恋行是与唐王之子郭控成 他是邓丽君唯一公开的真命天子 已经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面见准泼泼的时候 婆嫁提出三条规定 要求婚后邓丽君退出歌坛 并且和演艺圈的一切朋友断绝来往 专心在家乡夫叫子 邓丽君表示 至少让他录音出唱片的要求也被拒绝 后来思虑良久 还是决定退掉这门婚事 不仅是为了自己的音乐事业 也是为了尊严 这份魄力 叫人敬佩 其实在订婚前 日本公司就曾找到邓丽君谈合作 却被拒绝了 因为想要回归家庭 专心做一个好妻子 不是不能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 只不过自愿和被要求是两回事 邓丽君表示 不愿遭人白眼 宁愿放弃嫁入豪门 简直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堪称新时代女性楷模 结束了和郭孔诚的感情 陪伴邓丽君走到最后的是法国人保罗 他爸保罗15岁 但两人却懂得彼此 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和保罗在一起 邓丽君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有步入婚姻的念头 或许是被前几段感情伤得太深 尽管和保罗很了得来 但只停留在感受感情的过程上 1994年冬天 邓丽君患上了感冒 迟迟不见好 终于转成了哮喘 因错过最佳抢救时机不幸离开了人世 他的趣事令粉丝们悲痛 邓丽君生前为流行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事业也算比较顺利 但秦璐却异常坎坷 他看到感情从来都是很认真的 付出一颗真心 奈何真正走进他心里的人已经不在了 终其一生 竟没有披上过婚纱 令人心虚 神经病精神 善知识